首先我們先公布今天的確定病例 那今天有本土的病例21例 居隔陽性有8例 那這裡面大概還有我們只有2例的關聯 不明 那1例疫調中 那有4例境外遺入 那沒有死亡的個案 那居住的縣市 嘉義縣9例 臺北市7例 新北市4例 高雄市1例 那中共解隔離的百分比是88.9 那基本上在 比較特殊的 今天的案例裡面 其實比較特殊的就是嘉義縣有9例 那嘉義縣有9例 它是一個職場的群聚 那總共應該要 我們已經採驗的有78人 那其實這個群聚 這個職場相對的員工相對的比較少 那不過染疫的人也算蠻多的 整個的職場裡面 我們看到有從指標個案到這裡 1 2 3 4 5 6 7 8 9 9個 那加上同住的家人 那這個案子應該是 在研判起來應該是在 這個職場裡面 應該是有一段時間 那可能有一些 跟北部有一些關聯 那回去 那以後我們看到 這裡面一個同職場工作的左上 等於大家的右上角 有一位尚未取號的 他是 抗體 那時候原來一開始在驗的時候 他本來是陰性 那這案子這樣的一個發展 當然是從 大家看到藍色的 藍色的這個案子 15743 這等於是一個起死的源頭 那起死的源頭的時候 他是有症狀 那然後採檢 那採檢的時候 當然是整個他的 相關職場的 相關的人員 全部都 列為居隔 那裡面採出了 後面這樣的一個七個案子 然後第一次在採的時候 上面這些還沒有取 號的這一位 那時候檢測是陰性 那不過呢 他的抗體是陽性 抗體是陽性 那所以我們再過了一天 我們再給他採的時候 那現在是 變成是那個PCR 也是陽性 那從他的一個抗體的陽性 跟相對的CT值 相對的比較高 那研判起來 有可能 是從他這裡過來的 那在過了一天的時候 再進一步在調查 他有一位 他的一個一起在 就是一起到北部 來參加聚會的 那是有一位 那可能 是跟那一位也有一些相關聯 不過這些相關的衍生的疫調 現在正在進行中 那所以在看到就是整體這案子下面就有兩位 的同住家人 那其他的人 基本上都已經列為居家隔離 所以在這78人裡面 那51人 列為居家隔離 那27人自主健康管理 或自我監測 那因為大家在居家隔離 我們這次對 還是採用 是在我們集中檢疫所 那這樣可能會把 這個 這樣的一個群聚 比較不會再擴大